远东百货花联店12号晚间在和平路前广场举办了圣诞成点灯仪式 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是挡不住大家热情 道场和九米高大型圣诞树以及星光隧道来合影留念 同时远百花联店也持续举办有8年的心愿礼物认养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完成500位偏乡孩童的小小圣诞心愿 远东百货花联店圣诞成点灯仪式 12号晚间在和平路前广场热闹登场 这次特别邀请到小丑墨剧团为整场活动揭开序幕 虽然天空下着毛毛细雨但还是挡不住民众热情 现场吸引超过500位民众一同参与 在今年圆摆圣诞成除了有高达九米的大型圣诞树 这次更加了暖白色系的跨场玉串灯 让现场充满着浓浓的圣诞氛围 许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到场认识夕阳节庆的同时 也和美美的圣诞成合影为幸福时刻留下永恒回忆 很漂亮小朋友都很喜欢 有没有很喜欢 你说喜欢 你说耶 圆东百货华联店也持续洗手华联施工所 将延续办理已有八年的圣诞心愿计划 邀请民众一同完成500位偏乡孩童的小小心愿 那这办理当中呢 每一年都帮偏乡的孩童完成他们的心愿 已经累计了有3000个心愿都完成了 那今年特别再继续完成我们偏乡孩童500个心愿 那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写上一些心愿卡 那我们也拜托所有的有能力的朋友们 都能够来满足我们这些孩子们 心里面所想要的一些简单的圣诞礼物 刚刚也看到孩子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保温瓶 希望能够冬天可以喝到温暖的热水 这都是我们随手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 从即日起至12月15日前 在圆摆H&M旁将有孩子们小小的圣诞心愿 期盼出有大小朋友们一同来协助他们来圆梦 另外这12月起将适逢圆摆12周年生日庆 将有更多的优惠回馈 而且周周都有舞台活动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远东百货花莲店 粉丝专页来查询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